哎呦我从小就喜欢理科男 我觉得那种学习数学物理好的男生 简直就是男神在我的眼里 叮叮叮发亮 嗨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看我今天穿的这个小背心 是支持热衣渣姐姐的 我本来想买它那个小黄色的吊带 但是没买到 就在H&M买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也OK 我也建议大家都想穿什么穿什么 我们不讲这个问题 今天要聊的是 大家其实一直以来 对我的情感经历非常非常的好奇 我呢今天呢准备待会去看奶奶 然后我现在呢做一个get ready with me 化一个妆 然后顺便呢跟大家聊一聊 我自己的情史 做一个情史大公开 哎有的时候做博主很烦 我很开心就是有很多人关注我 但是有很多人说什么 啊做博主会被人扒皮啊 我完全没在怕的 为什么因为 I'm an open book 我是一个开着的一本书 我没有任何的secret 除了我的某些观点 我觉得是隐私 我不说以外 但是我自己的历史的话 我是不care的 完全我都跟大家share 我也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 所以无所谓 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自己的恋爱经历 也希望呢能对可能在恋爱路上 还在寻找的那些宝宝们有所帮助吧 你可能觉得我说的不对 这都不要紧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所以我只是在讲我个人的经历 其中那些什么吃了一顿饭 看了个电影就没再联系的 或者说吃了两顿饭 看了个电影牵了一下手 就没再联系的就不算进去了 我只是给大家讲 我非常认真的 就是像翠哥和第一个男朋友 一共四个 我就讲一讲 这个四个比较认真的 我的感情 然后我是怎么一步一步 走到翠哥的 我是怎么样选择的 首先说后 我所有的男朋友都是中国人 三个是ABC 有一个是像翠哥 他算BBC吗 他不算BBC 就是英国长大的 然后另外三个都是美国长大的 就是生在美国那种 然后我没有交过白人的男朋友 我讲过一个为什么 但是不是说因为我不愿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总而言之 我觉得就跟中国人比较何来吧 那我第一个男朋友呢 其实是高中的最后一年 就是朋友认识的 然后他已经是在美国第六大的一年 所以他不会讲中文 实际上这点比较痛苦 所以当时呢有很多的东西 觉得交流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困难 但是他人很好啊 然后也很单纯的那种 他是纽约长岛来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他家里条件不错 所以是东方的Yankies 就是美国东北部的那种 比较富裕家庭的那种生活环境吧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去高中的一个同学的弟弟的毕业的party 然后去他家East Hamptons 东Hamptons的房子 其实我那时候也认识不少的同学 但是他们大多数都住在city里面 就家里条件比较不错的 因为在上风去的话 其实很多人家里都非常有钱 所以我根本就不算就是家庭条件好的那种 有钱的太多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去他East Hamptons 是美国那些富豪夏天都会度假的地方 然后看他家私人的海滩 然后巨大的房子 因为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房子当时 他那个房子大到就是一个城堡 而且是在East Hamptons 那个就相当上贵了 我估计一年光睡就得好几百万美金嘛 我不知道 然后呢 他这个同学的弟弟开party 然后他毕业了嘛 然后他家的连那个 现在听起来没什么新奇的 但是那个时候很少有嘛 因为第一次去这种party 他那个餐巾纸 都是写的他弟弟的名字 和毕业的照片 然后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raduation 就是祝贺你毕业的 然后全家什么 就是摆那鱼子酱啊 什么的烧烤 随便吃 然后都是带白手套的那些人 给你什么上菜什么的 当时我是第一次去这么高级的party 因为我还很小的上高中 然后觉得哇好棒 然后呢 跟他交往了一段时间 他人也非常的好 但是后来我就上大学了 就真的就不喜欢他了 可能小嘛 所以自己也无所谓 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曾经回到纽约 就是大一的时候 我跟他提出分手嘛 因为我就离他纽约去上大学了 他比我大几年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上大学了 然后他还想和好什么的 然后我就考虑了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他年轻 我还想玩 然后我也想在大学里去交别的男朋友 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和好 他现在我们还是Facebook上的朋友 好像但是他长什么样 我现在在大街上这样认得出来吗 估计可能还认得出来 但是就一点联系都没有了 所以有人问我 就是说跟前任要不要联系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少联系吧 但是我呢 跟这个前任真的是一点联系都没有了 这个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就是这样过去了 他人也很好 我也祝福他 我待会儿做完这个 去看了Facebook上 他结婚没有 没有注意 完全不care了 好了 讲讲第二个男朋友 第二个男朋友 是我跟翠哥交往之前 交往的时间最长的一个 到今天为止 我都会说他可能是我遇到的 这个世界上心地最善良的人 我真的由衷的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然后生活非常幸福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没有见过的 心眼比他更好的了 我们两个是在投资银行实习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就毕业了以后 从明明住在一起 然后就搬到一起在纽约 然后两个人一起奋斗 都都挺好的 没有任何的就是不好的地方 他对我一直都是超级支持 无论从学业上 事业上 还有其他各个方面 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好像也是五六代移民了 中文说的不是很好 但是呢也非常愿意跟我学 对自己是中国人这点 特别特别骄傲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I have a lot of Asian pride 就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呀 什么的都非常的骄傲 他人好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不光是去照顾你 他会去照顾你所有的朋友 照顾你的父母 就是那种我跟 不是说钱的问题 但是我跟我的朋友 出去聚会什么的 然后他过来接我的时候 会给每个人结账 就人特别好 就而且我从他的嘴里 从来没有听他说 任何一个人不好话 真的是have a hard goal 是有一颗非常非常善良的心灵 就是人非常非常好 那你们可能都问我 那干嘛要分手 怎么讲呢 就是真的叙述不爱 我原来认为 好像找一个爱我比我爱的人 我会很幸福吧 然后但是我到最后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大学 然后又工作 就在一起时间太长了 大概五六年 他求婚的时候 我就真的 as this it 就是感觉就这样了吗 我就要嫁给他了吗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 反正当时就不想结婚 就觉得自己没那么爱了 然后如果骗人家 跟人家结婚的话 我觉得对自己 对我也不公平 对他也不公平 所以我就跟他分手了 其实分手的时候 虽然是我提出来的 他肯定是特别的痛苦 但实际上我也特别特别的痛苦 后来他搬到上海去了 他从美国去了上海 可能现在又回去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但是我是从心里心里祝福他 我觉得他值得这个世界上 一个非常善良和美丽的女孩子 能够让他生活得非常幸福 就像我找到的翠哥一样 我也就是祝福他 真的是特别特别祝福他 我觉得我能成为今天这样的人 跟他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我跟翠哥也提到过他 他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然后翠哥之前的女朋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It didn't work out 可能it's not anybody's fault it's not really anybody's fault it just it just didn't work out 有的时候真的是 you just never know it's relationship you know it's it's hard 就是很难说 所以我分手了以后 我觉得我也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不爱了 爱与不爱 我一直都认为是缺一不可 我不是说过吗 很多人来问我 就是说如果选择一个爱你和你爱的 你会选择哪个 以前我会选择爱我爱我 因为我曾经选择过 后来发现其实并不行 我一定要选择一个 我也爱也爱我 否则的话真的是爱与被爱去一不可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 所以就分手了 我可能说了无数次祝福他了 如果他还在上海的话 我觉得我都可以给他争一下婚 我就想问问你们谁想认识他 他真的是个超级无敌的好老公 谁嫁给他谁都会很幸福 但是他好像已经不在上海了 你们谁在纽约 他可能现在在割大读书 你们是在纽约的话 我不知道 人家可能不愿意我给他争婚 我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女孩 真的是从心里心里祝福他 OK 这个是这个人 然后接下来的第三段感情 第三段感情可能是我的所有感情当中 最失败的一段 但是呢 我也不后悔 因为 我觉得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有的时候 一些事发生了 真的是生命中的小点点 都是 都是connect 都是会连接的 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现在想象当时可能会觉得 很痛苦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可能 嗯 其实是好事 都是生命中给你带来的这些 让你变得更坚强 或者让你成长的这些经历 我来讲一讲我是 为什么和他在一起的 当时我跟 就是他前面的那个男朋友分手啊 就是 虽然是我提出的 但实际上我也很痛苦 其实我觉得每一段感情 只要你真心付出了 时间长了 不管是谁分手 都很痛苦的 因为我跟那段感情在一起 五年多 快六年的时间嘛 所以我一直以来 I never planned my future without him at that point I never how do I translate this 就是我 当时在计划我的未来的时候 从来都是把它计划进去的 所以当时分手以后 我突然间觉得 oh my god I'm so lost 我觉得我很迷失了 我就赶快想找一个replacement 就赶快找一个替代品啊 快快快 like you know replace 就找一个替代品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男生的出现了 他本身自己挺优秀的 长得也很帅 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其实 但是呢 其实我从一早就觉得 我并没有那么喜欢他 也从来没有爱过他 从来就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就是两类人 就是他没错 可能对别的女生来讲 他是一个wonderful super good wonderful husband like 万里挑一的这种好老公 他爱的不得了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个人跟我性格特别特别不合适 这个可能当时也是因为两个人比较年轻啊 所以他比较controlling 喜欢控制你 然后呢 我相信他可能现在不这样 因为你可能过去很多年啊 但是当时是这样的 然后就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你知道吗 我是喜欢那种 比较书单型的男生 就知识超级丰富 然后不是很不善言谈的理科男 哎我从小就喜欢理科男 我觉得那种学习数学物理好的男生 简直就是男神在我的眼里叮叮叮发亮 然后尤其是那种不善言谈 不爱说话 不是油嘴滑舌的 那这个男生呢 就是我不想说他油嘴滑舌 因为这带有贬义 就是他很会说话 就好像他自己话讲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那种人 就是表演语很强 就可能跟我挺像的 实际上我不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不是这样 我只是说他表演语强跟我像 我可不是见人说什么话 我见谁都一样 可能这样两个人碰在一起 性格就真的不太合 而且他的知识并没有很丰富 我记得美国那个时候 放了一个巨脑残的 那种reality TV 也就是你Ken Kirashi那个都不算 那个有的时候还蛮好看的 你们在美国有没有看过 以前有一个reality TV 叫Jersey Shore Snooki 什么J-Wall oh my god it's so trashy 然后他超级喜欢看那个的 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we have nothing in common 我们什么共同点都没有 哎呀 这个人简直的 当然不是说他不好 人家就是喜欢看这个 那人家的自由 人家就喜欢看什么Jerry Springer 这种guilty pleasure 人家乐意 我并没有judge的意思 我只是说跟我不一样 那我是对实时经济政治 还有一些知识的东西 非常感兴趣 然后他就完全不知道 我就从心里有点鄙视人家 其实这也是不应该的 但是我觉得他follow hot air 就是很多表演成分很多 今天的口红我来用 我还是用冰冰菊 我觉得这个口红是我在觉得自己丑的时候 拯救我的神器 我觉得自己丑只要一头让他立刻变美女 然后还变白一号 从一开始 其实心里就有很多的疑虑 从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 这个人应该 真的不是我想象想要的那种类型 但是呢 又觉得 从表面上看 他学的也挺好 他也不傻 他是康兰尔大学毕业的 也是长春藤名校的 家里也还不错 就是比较门当户对的 他是台湾人 然后也可以讲中文 然后也可以讲英文 就从表面上来讲没有错 其实性格也很好啊 个子也很高 然后 所以我现在没有说人家坏话的意思 我也希望人家非常非常幸福 这个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然后有了宝宝非常好 所以呢 我也非常非常祝福他 我只是说当时我觉得特别不合适 然后其实呢 跟这个人分手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订婚了 就马上要结婚了 我们连请柬都送出去了 我在那个时候 我怎么知道这段感情不对呢 每每有别人跟我提到婚礼的事 我就哭 就是不是笑 这个就跟我跟翠哥 就是准备婚礼的时候天壤之别 那个时候别人一跟我提他 我要嫁给翠哥了 我就从心灵得得都乐开花了 就是我重新想起他爱他的那种感觉 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问我 我也哭 我爸妈说结婚这个什么事 我就哭 我爸妈说那你这个婚怎么结 然后我特别感激我父母的一点 就是他们真的就毅然决然的说 如果你这么觉得的话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你不要怕什么勤俭发去做了什么这些事情 这是一辈子的决定 如果你结了婚了 有了宝宝了 可能会更痛苦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可能要痛苦一百倍 所以你一定要想好了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你是结识不结 我们都支持你 所以我真的很感激我的父母 如果他们没有那个时候的支持 我可能是习里糊涂结婚了 现在就trap在一段特别痛苦的婚姻当中 当然不光是我痛苦 我觉得对方也痛苦 他也不公平 他也应该得到一个 就是真正爱他的 不是我 因为我并不爱他 从来没爱过 现在想起来 我只是爱那份安全感 就想我赶紧结婚吧 就是那种安全感 所以当时我跟他分手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 就歧逗了 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为 他不让我干这个 不让我干那个 老管着我的这种事来吵架 因为我这个女生真的是 我就一匹脱缰的野马 你知道吗 我是不能被人管的 就是别人管我 我真的会特别特别生气 最后一个我决定 就是说不行了 一定要分手的这个气容 是我那时候放假 我回国了在天津 然后他那个时候不在天津 他在国外 那个时候刚开始玩的一波 还是我那种老的那个号 当时我一个商学院的 我那个study group 学习小组的一个同学回来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他在这做 还是反正他做对冲基金的 然后当时我表妹single 然后我想要不要 把表妹介绍给他 我就问他 我说are you single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就是因为那种 学习小组商学院的同学 然后他就说 他没有 我说那我把表妹介绍给你 就是这么一段对话 那个时候呢 这个人他会看我在微博上的 这个跟别人的这个私信 其实我觉得情侣之间 这个完全不让看 可能也有点问题 但是就是天天去查 也是有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你们告诉我 就是互相之间查手机 这事怎么样 像我跟翠哥 就是互相之间随便看 但是我真的就是 我根本就懒得看 因为那手机都交给我三天 我把手机交给他三天 我也不会有任何的那个疑问 但是他可能都懒得看 就是完全信任 但是如果天天这么互相看的话 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 然后当时呢 他就去看 看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说 说how dare you contact this person 这个不说这个person 我叫他person x 他说how dare you contact a person x 后来我说he's my friend 然后他说 well I don't care he's my client 因为当时他是做投行的 所以就是对冲基金 是投行的客户 他说这是我的客户 他当时说 how inappropriate of you to ask him such a question whether he has a girlfriend 他说你这样问太不合适了 他说我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问 他先是我的朋友 才是你的客户 我说他都认识我两年了 I know him for two years in school 我在学校的时候 跟他很熟 我说why can't I ask 其实这个问题呢 如果他好好地跟我说 可能也行 他当时就说 oh I don't fucking care you're so fucking selfish like how can you just ask this not even thinking about my position 后来我就想这么一点小屁事 然后就要吵成这样 我当时就说 you know what I can't do this anymore this is it 因为之前我已经就很 doubt 很怀疑 然后就这件事我就觉得 I can't live my life like this 我不可能一辈子就为这种小事 天天吵架 那我难受死了 我当时就说 this is it it's over 我就把它删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话 然后就我就说 the wedding is off 没有婚礼了 sorry 就没再回 就一直我就搬到新加坡去了 然后就没再回到他那 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决绝的 因为我知道我不想再来回来去了 真的是不对的人 然后后来呢 我们当时等于是一个ugly break up 对吧 就是这样很 很drama的这件事 分手了以后 我相信他 他痛苦了很长时间 那对我来说 我也不舒服 对吧 然后他曾经也想挽回 我曾经也考虑过 后来觉得还是不行 我一定要放过自己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后来N年之后呢 那个时候我还是single 然后他回北京的时候 他还找过一次 我们俩吃了一顿饭 还是在很友好的 这个气氛中进行的 所以后来我跟这个exy也和解了 真的其实 你念念不忘 还恨一个前任的时候 是因为你自己可能 没有放过自己 或者自己还过得不幸福 甚至都不是 他应该是比我先结婚的 然后我也都很高兴 因为真的是不爱 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 你要念念不忘的话 可能是还喜欢 不喜欢的话你真的不care 真的不care 就希望他们能特别好 能找到好的 他结婚了以后 生了一个宝宝 特别好 所以我也祝福他 然后那段感情就这样了 他也很幸福 我也很幸福 真的是 知道对方是不对的人的时候 放过自己也祝福他人 然后呢 我就遇到翠哥了 我来跟你讲一讲 我怎么知道翠哥是我的真爱 我这一生啊 就是其实 我不是说自己是一个多优秀 多好多漂亮的女孩 就是一般条件比较好啊 长得不稍漂亮的女孩 就是身边是不乏 追求者的 所以你的态度就是 my way or the highway 就是不乐意给他们老娘滚蛋 都是都是这这种心情来谈恋爱 就从来不会去讨好别人 从来不会去就是想对方 都是想自己 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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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吧my 要光想自己 不要自私 然后我遇见翠哥之后 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 我觉得哦 我很想他 我就是会关心他 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像我半个儿子的感觉 我老是担心他身体好不好 他快不快乐 他的精神怎么样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以前跟任何一个人都是 怕他妈的老娘快不快乐 我我怎么怎么样 我我我我我我 永远是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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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是跟翠哥 我说会想到他 我说会想照顾他 就是尽我自己的努力 去make him happy 让他快乐 然后我会尽我的努力 去化解他的烦恼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 就是你能为我做什么 就是一昧的索取 自从跟他在一起以后 我还觉得我也想付出 就是索取和付出 变成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个才是 最健康的这种关系 而且我愿意做出牺牲 来维护这段感情 以前我完全不愿意牺牲 就我什么都不敢 什么都不牺牲 都是你来牺牲 但是自从跟他在一起 我还觉得 有的时候我可能辛苦一点 累一点 或者说我要承受的东西多一点 我也愿意因为我爱他 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真爱 真的是真爱 所以我也很感激 我所有的前任 不是感激他们不娶之恩 因为人家有好几个人 想跟我结婚 感激前任让我学会了爱情 因为没有这些人的话 我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爱 我也感激他们所给我的爱和呵护 因为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 我也祝福我所有的前任 都能找到像我一样的爱情 都能找到像我一样的这种幸福 所以呢就我自己很快乐 我再见到某一位前任的时候 我也会很开心 那些跟我说放不下的宝宝 可能就是还时间不够久 或者说你可能对前任还有感情 你没有感情的话早放下 就我跟翠哥分手的时候 如果我听说她要找到别的女朋友 对我来说就像我的心被掏走了一样 但是这些前任 我觉得你找老婆 我赶快找一个 我帮你征婚 就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所以爱与不爱 却亦不可 真的 OK那今天就聊点 我中文化完了 我去看奶奶了 感谢大家过来跟我聊哦 爱你们 妈 好 今天又到了大家问我问题的时间 大家问我就是怎么样保持身材 其实我觉得这个身材呢 不要太去纠结 我的营养师告诉我 其实你只能是在你自己的基础之上来进步 就是说这个人大概是70%就是身材什么样是天生决定的 然后30%是你吃什么呀 运动什么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纠结 我觉得还是健康是第一位 尽量吃粗粮 不要吃糖 多吃高蛋白 维生素 然后有时间的话多去运动 保持一个balance 就是长久性 你可以保持的这种生活方式 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我不会一味的去追求瘦 这个是我对平时保持身材的看法 我将来也会出很多就是保持身材的这些video给大家看 好不好 哎呀跟半个儿子似的这种感觉 So I'm so fucked up The other day 我还跟同学说你们都以为你们找老公 最后他妈都是找的儿子 开玩笑